後面中一輛白色轎車行駛過去 在車裡頭的男子拿著BB槍把腕 卻不順誤擊到路旁的警車 許諾車後方的擋風玻璃 幾乎完全破裂 整片布滿這BB彈的彈孔 玻璃可以說是近乎全毀 遠看就像是被真槍擊中一樣 損壞情形相當嚴重 那邊有兩個人開槍 在掃地的那個小朋友 他就說他偷聽他們說話 然後他們就可能有打那個朋友 打完之後就警察 就對著警察的車開槍 9號晚間桃園分局的遠景破爆 前往中正例行路上的一家超商前 處理一起打架糾紛 遠景將警車停在路旁 沒想到卻遭到一名開車 禁錮的酒醉男子 近距離用BB槍開槍 直接掃射到警車後方的擋風玻璃 開槍的聲音之大 讓在場的民眾都嚇了一大跳 聽了解犯前是晚上有飲酒 情緒不穩拿出BB槍射擊 顧及本分局警備車輛 並非有意針對警車射擊 幸好這起事故並沒有傷及到 遠景和附近的民眾 警方也依照毀損公務罪先 將這名酒醉的男子移送偵辦 只是還好男子拿的是玩具槍 如果是真的槍枝 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林中正宋喬一桃園報導